在港星百花争艳的年代 有一部电影展现了当时李若同李嘉欣 两大女明星的巅峰颜值 今天幕位就给大家讲这部老牌香港魔幻电影 《妖兽都市》 人类与妖兽的战争已经进行了数千年 在长期的斗争中 妖兽分为两派 一派融入人类社会 谋求与人类和平相处 另一派则试图消灭人类独霸世界 人类为了对抗也成立了特警队来对付妖兽 阿龙和小强都是特警队的得力干将 两人出生入死立下了不少功劳 但待遇就竟然相同 阿龙身受特警队长器重 而小强却因为母亲是妖兽的原因 略受骑士 好在同事子罗经常在他郁门的时候给他安慰 近期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毒药 这种毒药如果不持续注射 中毒的人就会变成干尸 许多人类饱受其毒汗 特警队长认为 此事与伪装成人类的妖兽之王 袁大宗有着密切的关系 阿龙在调查时发现兽王的情妇 居然是他的前女友幻姬 这次妖兽的基地 两人再次相遇 阿龙故意射偏 警告幻姬不要妨碍他进行任务 但是幻姬知道 这是阿龙对他放水 另一边兽王被其他妖兽袭击 身受重伤 无奈只好带着幻姬一起躲藏疗伤 但特警队迅速地找到了 二人的藏身之地 时间紧迫 兽王赶紧用密法送走了幻姬 让他去找自己的儿子 乌鸦 自己则是被特警抓住 审讯室里兽王表示 他是主张和平一派的妖兽 视察上的毒药与自己无关 可能是手下隐藏着 别有用心的人做的 特警队长心想 要是毒药在人类当中流行 自己这边肯定也有 和对方串通的人才能做到 半妖小强首先遭怀疑停职 小强认为自己是被人陷害 要彻查此事 经过调查发现 原来真正的内鬼 是平日对自己关心最多的子罗 而一切的幕后黑手 是兽王的儿子乌鸦 他在暗地里试图 挑拨妖兽与人类之间的战争 敢去求救的换机也被他抓住 子罗发现小强的行动 抢先在队长面前反咬了一口 特警们立马就要逮捕小强 危机关头阿龙赶到 帮小强分散特警的注意力 走投无路的小强 只好挟持子罗 冲进了基地 他放走了被关的兽王 希望能帮助自己和阿龙逃脱基地 最终三人合作逃出重围 与此同时乌鸦野心闲路 在妖兽总部发动强大的腰臂空间 试图让时间迅速逆转 使人类回到原始社会 达到统治的目的 为了拯救人类 阿龙和小强打算阻止乌鸦的计划 当他们来到乌鸦面前的时候 乌鸦开始蛊惑小强 想到特警队长对他种种不公 怒意上头 让他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妖兽 失去理智的小强把阿龙打出窗外 正让阿龙找到了被乌鸦绑架的换机 但小强很快就追了过来 对阿龙痛下杀手 危机时刻 换机及时出手 杀死了小强 两人赶到楼顶 看到兽王与儿子乌鸦正在战斗 于是众人一起出手 杀死了乌鸦 出于对于换机的情感 阿龙放走了兽王与换机 特警队长赶到时 对着小强腰化了尸体 想起了之前对他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 要不是因为自己的偏见 小强可能还会活下去 当一个心系人类的正义警察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